第五百六十六章三件礼物下 孔雀大妖王继续道 九去其二 还剩余七位 这七位之中 你们要争取到五位的支持 这很难 很难 天狐大妖皇的态度很关键 他是祖庭真正的执掌者 更是命运主宰 想要成功继承成主之位 必须要得到他的支持 一旦他反对 那么 其他大妖皇估计多数都要反对了 反之 他支持 就会影响到比较中立的大妖皇 所以 天狐大妖皇 是你们未来必须要主动争取的 至于怎么才能做到 那就只能依靠你们自己了 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天狐大妖皇爱才 如果你们这次 能够获得至少一个冠军的话 获得他支持的可能性就会大增 他一直以妖精两族的发展为己任 对于对两大种族有利的事情 他都会支持 天狐族本身没有直接的战斗力 为什么能够成为祖庭的主宰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非常正确地 投资到众位强者 现在的几位大妖皇 甚至是天金皇 都曾经受过天狐大妖皇的恩惠 天狐族继续传承下去 也自然会一直这么做 而且只要你们能够拿到冠军 天狐大妖皇支持你们 也不会受到任何诟病 这是你们凭借实力获得的 在争取到天狐大妖皇的情况下 再加上白虎大妖皇 你们才能有足够的基础 来完成最终的提议 天狐大妖皇的支持 能够抵消掉水晶大妖皇 带来的影响 白虎大妖皇虽然人员不太好 但他实际的战斗力甚至可能比排名更强 传说中 他曾经就与不死大妖皇战成过平手 所以 有这两位支持 你们获得其他大妖皇支持的可能性就会大一点 还会明确对你们持有反对意见的 就是不死大妖皇了 远古时期 凤凰妖族和我们孔雀妖族就一直在竞争 谁才是白鸟之王 当我们孔雀妖族主掌天机的时候 一度将他们压下 因此 不死大妖皇肯定是希望我们孔雀妖族的成主之位被剥夺的 所以 这位你也不用计算在内了 目前来看 至少有三位大妖皇会持有反对态度 唐三脸上流露出几分苦笑之色 九去其三 剩余的也都有不确定性 至于孔雀大妖皇说要争取的天狐大妖皇 是唐三最不愿意面对的一位大妖皇 在他没有恢复曾经神王之力之前 和这位越少打交道就越好 否则被看出端倪是要有大麻烦的 想要帮助小美继承家里城 城主之位 看来比想象中更加艰难 孔雀大妖皇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道 天狐的支持 我其实是比较有把握的 主要的原因是 小美真正掌控了天机灵 获得了天机灵的传承 在祖庭曾经有一句名言流传 天狐掌命运 孔雀亏天机 命运与天机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命运是当下向未来的延伸 天机是对未来的预测 二者相辅相成 天狐大妖皇真正开始执掌祖庭的时候 就是在我先祖孔雀大妖皇还在的时候 命运与天机相合 他们就是能够掌控妖精两族未来的存在 小美现在已经能够出窥天机了 天狐大妖皇很清楚能够拥有一位这样的盟友 对天狐族的好处 也能让她执掌祖庭轻松得多 唐三双眼微眯 道 通过天机灵真的能够看到未来天机吗 孔雀大妖皇点点头 道 可以 但至少需要神级以上的修为 因为那是要消耗神时的 而且还会消耗生命力 用得多了或者是过度了 就有可能伤到本源 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先祖孔雀 大妖皇兽元不久的原因 就是因为亏视了太多的天机 听他这么一说 唐三顿时促起了眉头 亏视天机 必然会受到天道的反噬 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天道虚无缥缈 甚至可以说是宇宙之力 哪怕当初他曾经是一代神王 似乎能够掌控一切的时候 也留不住小五的生命 就是因为小五当时的病逝 受到天道反噬而来 是在帮助他的时候 用自己的身体 替他承担了那份反噬的力量 所以 一涉及到这方面 唐三心中的反应是极大的 或许在孔雀大妖王看来 天机灵这亏视天机的能力是神技 但在唐三眼中 却和洪水猛兽没什么区别 他一次也不会让美公子 去亏视天机的 不行 这还不保险 要想办法把那天机灵毁掉才行 这玩意儿不能流 孔雀大妖王如果知道 唐三现在心中是怎么想的 一定晦气地吐血 对于孔雀妖族来说 天机灵绝对是至高无上的阵族神器 孔雀大妖王继续道 当你们获得了天狐大妖皇的支持之后 通过的概率还是不小的 我刚才说了 给你们准备了三个礼物 只说了两个 至于最后这一件礼物 你不要告诉小美 至少现在还不要告诉她 什么时候等她坐稳了城主之位 在征求她母亲的意见之后 再考虑是否告诉她 唐三愣了一下 这第三件礼物是什么 孔雀大妖王眼神微微一凝 下一刻 她开始向唐三传音 一直表情平静 默默听她讲述的唐三 在片刻之后 脸色骤然出现了变化 震惊之色难以掩饰 看着她的表情 孔雀大妖王嘴角微微上翘 现在你明白了 我为什么选了小美做我的继承人吧 没有谁会猜到的 这才是我真正的底牌 你和小美之间又血世 你又展现出了足够的实力 所以现在你有资格知道这个秘密了 你很聪明 应该知道如何运用 在我死之前 我也会将这张底牌掀开 为你们做好铺垫 唐三此时的心情 真的是震惊得无以复加 眼前这位 在他心目中 瞬间就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存在 在人类的世界中 应该叫做阴谋家才对 这位明明已经快要 走到生命尽头的一代妖王 竟然还有掌控全局的能力 既然有这张底牌 为什么您不早点掀开 唐三忍不住问道 孔雀大妖王淡然道 我有我的骄傲 为了种族 我可以做出谋划 但从我自己本身来说 我并不愿意用这样的手段 生死看淡 干就是了 其实 我们没有赢家 唐三目光 有些复杂地看着面前这位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但无形中 却多了几分敬佩 这位孔雀大妖王 真的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存在啊 这第三份礼物 实在是让他过于吃惊了 他本身就擅长于运筹帷幄 但这位的做法 却依旧让他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难怪面临生死 同时 家里程也面临如此巨大的轻压 他却始终能够保持冷静 这张底牌 真的是厉害啊 孔雀大妖王 道 你要牢记我今天说的这些话 接下来的比赛 你们继续努力 全力以赴 一定要拿下一个冠军 双人赛你们战胜了孟特特组合之后 应该已经是扫平了道路 个人赛那边 目前来看 你已经能够稳稳地进入四强了 小美进入四强 应该也问题不大 然后就看后面的比赛了 目前来看 你们的局面一片大好 但还是要小心谨慎 正因为你们战胜了孟特特 你们的对手很可能会获得来自于种族之中更多的支持 今天那力量你还能用吗 作者 唐家三少 我可以接下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